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双嘎行情 嘎空手他嘎空手完全如汤老师的规划 我讲过 你看我的节目 其实现在也不用我解盘了 当你讲得对 当你讲得神准 当你之前 辽兰于胸之前跟你讲过 最悲观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低点 你又验证了 怀疑终成长 你现在一定还在怀疑 最乐观的时候做投 有啦 投资朋友从融资欲而来看好像越来越乐观 但是你还会发现离前一波的高点 还有一段距离了 那大盘应该不用我解盘了 你应该都会解盘 老师 这盘我在那儿看 大多头 分析方而已 一万八千零三十四就过了 你都跟我说 又回到原点来谈 无日是行 无一生 为人谋谋不忠乎 与朋友骄傲 不信乎 赚不喜乎 重点是第四点 股票有没有赚钱乎 看汤老师的节目 有没有赚钱 你看 最近这个开始领衔演出的 热烈上映当中的一部戏 它叫做金融股 金融股的大涨 你会发现看上看下看左看以后 只有我汤淑伟给你解金融股 只有汤淑伟给你介绍金融股 没有错吧 我说台北股市 我说过它18034 我在一个半月前 两个半月 两个月前我就跟你谈过 它一定会过 什么不是不报时候会到 我说你睁大眼睛看 那它为什么会 会穿越短破断新高 因为利率有预期心理要升息 所以你要买房子真的要快 因为其实坦白讲应该要升 那为什么不升息 因为COVID-19 因为疫情的关系 如果升息 现在已经很多商家都活不下去了 再升息 公司 很多公司都会倒 你再升我的息 增加它的负担 没钱的想要再继续贷款 利息又那么高 所以政府也很为难 全世界都是一样 因为全世界都笼罩在疫情当中 所以你看全世界央行 现在都不动 玩一二三木头人都不准动 既然不动的情况之下 就会有很多投机的行情 那叫做低律率 而这个低律率已经在 弥漫在全球 已经从这个 已经好几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动 所以你看一下 不是只有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准备要创新高 你看一下 马首四三的什么 道琼 在这里我就跟你讲过 他会再创新高 本节后才创新高 而这个创新高 是反映它未来的 美国的基本面 什么基本面 一兆多的什么 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是刺激经济 所以指数会先行而走 三个月到半年 所以你看现在 我之前讲的时候在十月份 讲完之后你看一下 会到半年 所以到明年中 道琼还会一直往上创新高 明年中之前 然后明年中之后 就会有升息 升息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马首四三的 全球的投机行情 这个派对要结束 你说老师要结束 那要做坑 不是做坑 后面要持续往上走 就是要走基本面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回过头来台北股市一样 他会先炒题材 再炒所谓的基本面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很多老师也在讲 都要有基本面 基本面 基本面 你看我的节目 我跟你讲过基本面 好像不止现在才抢 我跟你讲了两三个月 我说下半年 都要做基本面的股票 也有业绩的股票 明年的股票 那就不用我在韓信点裡面了 你看马首四三 对不对 IP类的股 我看从分割前到分割后 这张股票 因为它分割 要剥 要拌才贏 要不是因为它分割 现在一千多块 一千多块 你看之前八百块 八百还加五百 是不是一千二 一千三 因为它分割的关系 所以你现在看到 还有五百多块让你买 所以股票做逻辑 做趋势 很多人听不懂 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好 那我们来谈一下 你要看证据嘛 看证据 来 我没有跟你上过课 金融股 你看 所以施行了 台股要回去 老师啊 一万八马上就过了 那一万八你看 金融为什么动 通膨来了 因为通膨的关系 所以要升息成为主流 准备要升息了 因为通膨的关系 所以要准备要升息了 所以会有什么 预期心理 那升息对什么类股 是最有利的 靠利息过生活的 金融股嘛 而且金融股是内需股嘛 抗通膨股嘛 全球 他的全台湾都有很多资产 那我不是今天还跟你讲 通膨跟升息的关系啊 这张图卡你已经看到臭掉了 讲了两三个月了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两三个月以来 是不是只有我唐頌夷 念知再知 念知再知 即便是崩盘 我还跟你讲不用怕 台北股市 这个地方是最低点 台北股市 后面还有金融股还没有动 他一旦动 你会发现一八零三四 噴一下风鸟就过了 现在马上就到 每天就如果过了 所以你观念一通 财运一通 你就会跟汤老师一样 你也分析疏啊 最低点你就敢讲 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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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分析疏 不在分析疑 当破底的时候 他也说得比较 所以当天我讲过了 没有人会把台北股市 未来核去核从的标准导演跟你讲 只有唐老师跟你讲过 不用怕破底 对吧 直吻了啦 不用怕 葵花保典告诉我 我就跟你讲过 为什么我看得懂 所以那个葵花保典技術分析站 学会技術分析不用内线 你都会赚到大钱 我也跟你上了课 什么叫做直吻线 这个叫上吊线 上吊线如果出现在头部区 就是高点 那出来第一档 它叫做直吻讯号 我有说吗 我是讲过 我们是实战的节目 不是陪你聊天 每天跟你喊加油 要扯东扯西 对不对 我就是很简单 直吻讯号 先赚再说 你有没有先赚再说 你会怕 你看到股票好像看到贵 当初多少低档的股票 可以让你买 那时候你眼睛够的青菜 青菜买了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 怎么卖都是赚 赚多赚少的问题 所以观念一通 它财运横同 观念一通它半步论语至天下 加上你配合所谓的技術分析 你在市场上 你要赔钱都很难 主力想骗你都很难 你看得懂 它叫直吻讯号 对不对 全台湾谁 哪个分析师跟你讲 台北股是破底 直吻 还跟你写一个水 以后会嘎空 我都跟你预告在前面 那时候时间点到 10月5号 没有分析师会跟你谈 然后后面就 当什么叫做讲得准 撩然于胸 什么叫做专业 什么叫做玩弄于股掌之间 就不用我谈了嘛 对不对 后面你看 谁可以跟你讲台北股市 未来何去何从 它就乖乖的嘛 双咖行情 现在大家都在谈 有没有 你会发现 看我的节目看完 你其他节目你不会想看 今天又创新高 今天11月18 是不是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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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震荡盘间的走势 去完成突破新高的动作 突破之后靠近这里 会震荡加剧 就这样子而已 因为金融股动 所以指数欲小不易 1800034 其实你看我花了线 就知道会不会过了 有没有持续嘎工 讲到夹空你看一下 讲到夹空你看一下大盘 空单 空单短线部分 整张 他还59万张 会怎么夹空 就这样你都会跟我说 这些空单你看 马上就几月 马上12月 1月份过年 2月份没有几个成交日 3 4月要强制回补 那好完了 剩下一个月让你玩 那一个月你要硬移做空 你头发败 逆势而为 你不入第一谁入第一 对不对 全线翻多先赚再说 莫等线 这就是现在你会 心里面会觉得 大盘明明都是多头 你也很清楚 你独眼龙看性 你一目了然 但是重点来了 你明明他是多头 你很清楚 但是你又不敢做 我也跟你讲很清楚 现在做明年的股票 要有基本面的股票 我看金融股 金融股你看 所有跟你讲金融股 都是涨上来来跟你讲的 我跟你讲的时候 有没有 10月18 75块 77块 国内金融已经冲出去了 你觉得它会不会涨 没有人跟你讲金融股 赚多赚少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要看得懂趋势 跟着趋势手 财富一定有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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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一通 它财运很通 你可以慢慢看 来 我们还是韓信点编一些股票 亚通 这张股票洗得差不多了 智升 有没有 有智男生 真的吗 来 买给你看 50块4 54块 有没有 第二天你还可以上车 创新高 56块6 今天呢 我来九块 有漂亮吗 这样 这样轻轻轻轻轻轻 扑一封而已 那你也一支钱办 100万变100 1000万变1100 有没有把握当下 我没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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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 你对眼龙看死 没等到一天你自己去拨拨 我没看白 你不好意思吗 我没看白 目的无他 我希望你云香下 目的无他 我希望你真的听得下去 莫等贤 你不要白了少年头 我目的无他 希望你套牢股票 真的换一些来做一下自身 真的有智男生吗 真的生了 真的有心 对不对 指数今天创新高 湯老师有没有股票创新高 大同 最近一定会有很多人开始讲 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 我们在这里讲的 全市场只有我在讲大同 大同宝宝 25块半 8月11号 那中间就不用我再讲 一跌 看到没有 一跌 一跌 全市场只有我看好大同 有没有 20几块你看 今天创新高 36块 25块 马上就已经7成8成了 那这个地方创新高之前 我没有跟你讲它洗盘完毕 洗盘洗得很漂亮 杀破季限再拉上来 这阻力真的很厉害 那你只要看得懂 你也要会操作 所以学技术分析重不重要 你懂趋势 你懂技术分析 以天剑屠龙刀 叫你不赚钱多难 没有错吧 好像很简单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跟紧 你看趋势往上 他还是会洗盘 来 加入汤老师的LINE 小老师F8个8 FB标股俱乐部搜寻一下 里面有很多标股的讯息 我们置无不言言无不尽 可以坐下来谈 另外这一檔股票 务必上车中华民国 对吧 我说务必上车 你看嘲嘲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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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创新高了 嘲嘲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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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等你喔 脚步跟紧 花开看则子虚则 莫待无花 你空则之 把时间交给主播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怀来继续 请汤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标股俱乐部 再把时间交给汤老师 指数今天再创个反弹以来的新高机 要挑战18034 应该你也可以当分析师 掌上来之后就不用我讲了 什么叫做神准 什么叫做专业 你一定会讲 老师大多头 做头不成反尘体 大WD 前高18034 应该分析宏而已就过了 你都可以讲 这样讲对吧 来 先交汤老师的line 小老鼠F8个8 歐式FB 标股俱乐部加入一下 小老鼠F8个8 裡面很多标股的讯息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坐下来谈 那今天的头版头条 今天的领弦的一个所谓的 正在上演当中的 主流股它叫做金融 碎型台股1万8 轻轻松松上要揮军了 今天的头版头条 金融股为什么会涨 因为通膨来了 升息 通膨跟升息的关系 全市场就有 我在帮你上课 有没有 我说这个叫什么 这叫通货膨胀 这叫货币政策 因为景气不好 因为疫情的问题 所以之前把利率调得很低 趋近于零 往这边调叫做宽松 有没有 宽松 但是因为宽松之后 要拯救什么 国民所得 所以利率往下调 调了之后货币就很宽松 太宽松 宽松久了之后 你不要忘记 所得增加了 经济救起来了 就会有通货膨胀 它是同向的问题 所以利率宽松太久之后 不是好事 照理讲应该要升息了 那为什么不升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疫情的关系 造成利率还是不会动 就会怎么样 利率都不会动 还有投机行情 因为利率很低 我都跟你讲整理出来了 只是利率的问题 而且报纸也开始写了 都写我汤老师讲的东西 都领先全市场跟你谈 空单现在59了 今天你也看到59了 双咖行情持续 美股创新高 外资会回过头来买台股 我今天才跟你谈吗 指出今天创新高 完全完弄于股掌之间 你观念一通财运很通 你看我的节目 其实你也分析师了 你也有办法跟他老师 要点到最低点 你也省准了 还可以水 全市场只有我跟你讲会水 那我讲这么多都没有用 你看一路一路 一路都是我对 一路一路 你看完我的节目 标股俱乐部看完之后 你其他节目 收起来 你不会想再看了 那重点来了 把握当下 先赚再说 那这个地方是你最难做的 因为你明明知道多头 可是你克服不了一个面 技术面 筹码面 全部都是翻多 心里面你过不了这一关 你会觉得 来 看节目 你看一下 你会觉得 老师 我在长那么高了 我在买 怪怪的 会崩盘 会不会 买一下 买了之后回到这里 对吧 很恐怖 你长得快2000了 你又不敢出手 所以此时此刻 技术面不是问题 筹码面不是问题 加空 双加航情 心里面 你会走不下去 你会 叫你换 光叫你换股就换不下去了 那你如何 如何跟上脚步 如何先转再说 你就是一直怀疑 一直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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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点 本节风而已 你还要再怀疑吗 花开勘则止虚则 莫待无花 你空则之 你看大同 长线的波段转机股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时候 全市场只有我在讲 对 25块半 现在大 很多分析都是涨上来之后 才在跟你讲大同 有没有 30块9 这我就不用讲 你看 每天先 每天一天出也跟你讲 回来再看 会做的 会赚的话 你看就来回做 一路一路做 你看 一路做 都是没有亮灯 代引到亮灯 一路 全市场只有跟你讲大同 他是转机股的代表 全省资产股的代表 明年又持续大转机 如明光如董进去之后 大同就全力改造 大同已经 十几年没有配股配息 大股东也受不了 所以他一定要改造 才会换老板 洗盘完毕你也要看得懂 你自然就有办法 賺到他创新高 钱就是这样赚 一路过关斩价 老师大多头 你都在那儿看 掌上来你都会看 问题是他已经不是你的利润了 想赚大同的钱 还是那句老话 脚步跟紧 还是要持续韩信点兵 一拳 全心全意 其实你会发现 我讲的课表不多 我不会像解盘很多 解盘像月亮 像莫名其妙什么亮灯 他都有了 参加之后都没有 都是最高点 他就把你忘记了 得失忆症 解盘 汤老师解盘 不会像月亮 像太阳一样 有的人就像解盘像月亮 都是亮灯才跟你解盘 我跟你 搞你久的时间都没有亮灯 你只要把握机会 讲完之后你看 你可以买一天之后亮灯 没有 讲完之后买一天亮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来找汤老师 都无话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股市掏课 因为都有图有真相 出完之后跌停 棒 准备再来一次 后来一直往下买一拳 大盘不好把它拖下来 拖下来之后 我会跟你讲悄悄话 你就敢大买 大买500张500万 买完之后洗盘完毕 我也跟你讲 这才是你要的讯息 而不是你看不懂 跌下来不敢买 为什么不敢买 洗盘看不懂 你当然看不懂 你看得懂就需要经验 就需要技术面 对不对 什么叫做专业 我就把看家本领拿给你看 洗完盘 有没有洗完盘 看完就知道了 继续往上走 有没有 果然洗完盘 老师阿 你真的看得懂 你跟别人不一样 都是没有亮灯 带我们到亮灯 有没有 再出一趟 因为爆大量了 对不对 好 等另外一个 何处是买点再来一次 买回来跟你讲 又来一次 有没有 是不是买回来都跟你讲 有没有跟你讲买回来 一拳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我家前面有小盒 后面有三波 我们要赚第三波 有没有 你自己看 到现在还是赚钱 第一波不来 第二波 现在玩第三波 有没有玩得很好玩 你为什么玩得死去我来 死不得患 会怕 光心里面 数到哪哪 不在山不在水 在人情反覆险 心里面这一罐就克服不了 所以最近很多人来找我的人 都是为了看心病 不敢 不敢 有参加你有参加 对吧 来 第一档你敢买吗 艾浦 IP股只有我从头到尾 带你吃到 372 有没有 都是没有亮灯 带你到亮灯 我做节目都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来找我 湯宋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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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光看节目你就知道 我想骗你都很难 因为我有图有真相 重点是领先全市场 很多人介绍IP股都这样 涨了很多之后 我跟你讲买什么股要去追 亮灯 涨停板 他已经涨恨天高 我是恨天高 跟你讲亮灯 亮灯 赶快去追 我们是从低档带你买下来 这样才会赚到大钱 所以为什么来找我 这些赚到大钱 我都无法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股市掏客 为什么 出完之后 你看跌停水 有没有 再来一次 又第一波完成任务之后 再来一次 又是亮灯 没有亮灯带你到亮灯 有没有 我们都是没有亮灯带你到亮灯 我跟其他老师 制作节目方式哪里不一样 很清楚嘛 现在开始整理嘛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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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串一个短波段新高 还在575了 还在等待出量 攻击量一出来 本节好而已 会到哪里去啊 要拌才会贏 要补 会到哪里去 我什么都没谈 反正以后你就是一直看 反正你还是不敢买 反正你了不起 要一张了 一张才会好的 我们都是大买500张500万 老师啊 真的不敢买 699 星象 有没有 也是一路让你看 你看 我都是 你看 都是 没有掌带你到掌 没有亮灯带你到亮灯 这张股票还没飙 武器还没开始活泼 有没有 本节好 699已经801了 有没有 横盘也跟你讲 横盘也跟你讲 今天817了 有没有 817了 没想到你半仙 699 一路过关斩将 817 创新高 看我的节目 没贪到钱了 横盘去拨拨 捐一点钱 不然就脚步更新 跟着我一起来大买 敢不敢大买 真的敢大买 务必上车中华民国 深深的呢喃 他今天已经慢慢的加温了 他还在等你 你是跟还是不跟 大盘 你看又来了 心里面 光心里面你就克服不了 那你就会错过很多的标股 来 小老鼠F8个8 FB标股俱乐部加入一下 小老鼠F8个8 里面有很多标股的讯息 你现在会怕 就如从当初你怕光照 光照我也是盖盘 亮灯 你已经错过两根停板光照 你已经错过了雅信大成长 另外一档 另外一档就不要错过了 想尽办法跟上脚步来 等一下080年的电话 还是那句老话 文乡下马 跨出第一步 一试诚主顾 看过黄山啊 你不看山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荐分析的 各表加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